明镜广播电台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一篇报道 题目是帕金森 带到确诊为时已晚 全王阿里 罹患帕金森是症 前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已然 或者画家达利 这是一种常有着 清晰症状的渐进发展的疾病 而且没有至于希望 咖啡馆里 坐在临坐的一名女性 双手颤动 她无法端着杯子 或者餐馆里那位男士 艰难的试着 把汤勺往嘴里送 此情此景 让临坐的他人身受震动 都不忍往那里看 但他们明愿将眼光移向别处 不去看这些 罹患帕金森是症的人 仅在德国 就有25万到30万 帕金森是病患者 这样他成了仅次于 阿斯海默症的第二大神经性疾病 患帕金森是症的人 其大脑中的部分神经细胞 逐渐死亡 这些细胞的位置 正是诸多肢体行动 受到导控的区域 帕金森是症的最初症状 可能在发病前10年 或20年辩入丹尼 例如嗅觉失灵 或焦躁忧郁 多数患者被确诊时 已在60岁上下 但是即使早早就得到确诊 治愈依然无望 目前还没有能够阻止 罹患帕金森症的药物 全球范围进行着 众多相关研究 比如医学专家们 在研究俗称为神经保护疗法 可用于阻弱神经细胞死亡 其药指是及早确诊 而且最好是在人们熟知的那些症状出现前就能确诊 属于这些症状的有明显的行动障碍 颤抖肌肉僵硬 以及以后在站立和走路时控制不稳 文革学院大学的科学家们 在一项大规模研究中证实 许多患病症状在确诊前多年就出现了 除于运动器官明显有障碍外 病人身上还出现神经及精神性障碍 专家们注意到各个时段 研究结果显示 在确诊前五年 已可确认病人有颤抖现象 其频率是用来做对比的 非帕金生症患者14倍 另一些现象在确诊前五年也会出现 例如血压低 平衡障碍或阴旋 此外 患者很早就出现忧郁 长期疲倦或恐惧症状 早在二百年前 伦敦医生詹姆斯·派金森 就疗会了这一疾病 他的著作名为《论症颤性麻痹》 竟然研究了二百年 这一神经疾病依然无法治愈 对患者的治疗大多适用药物 平衡大脑中多巴胺的缺食 外科手术也可以提供某些帮助 这种方法称为深度脑刺激疗法 将电击置于脑中 外科大夫把一个震荡器 置于所有乳旁的皮层下面 该震荡器会把电脉冲 传至炉内相关区域 从而影响各种过程 接受治疗的患者 虽然继续服用药物 但不再像手术前那么多 全球各地的专家们 都在寻求治疗方法 寻求治愈治疗疾病的途径 明镜广播电台 谢谢各位收听